7月21日来,香港有部分激进示威者偏离游行路线, 冲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大会。 香港机构办公道楼门口悬挂的国徽, 投掷黑色无期待,在外墙喷土误入国家、民族的自居。 有关恶劣行径引起香港各界不满, 香港特区政府、港澳办、中研办强烈请责激进示威者的行为。 当天下午4时30分9月, 示威者抵达游行终点后,通过警方设置的追踪防线继续冲上马路, 阻塞在通路,随后又非法没堵中联办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示威者身穿黑衣,戴着口罩, 将路边的铁码捆成三角状,堵塞中联办出入口及周边道路。 有示威者以强光及雷射光照射周边监控以及中联办办公大楼。 有人找来木梯爬上高处,用喷罐将监控的摄像头破坏。 中联办的外强被示威者喷上侮辱性资据。 有示威者向中联办办公大楼梁投掷漆弹, 黑色鱼漆弹,早已懂,气味一成死亡。 国徽也被激进分子投掷漏漆弹,入损严重。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21日晚发表谈话, 发言人说,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香港中联办, 这种行径公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,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。 性质严重,影响恶劣,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 香港警方及时采取有关行动,非常必要。 我们坚定支持特区政府,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, 确保中央驻港机构安全,维护香港法治,惩治犯罪分子。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当晚也发表声明称, 在21日的游行队伍到达终点后, 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中联办,破坏设施, 勿损活灰,喷涂侮辱国家民族的自举。 这些行径已经完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范畴, 不仅违反自管法和香港本地法律, 更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, 严重挑战中央权威。 我们对此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和谴责, 并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, 依法延长无法暴露下来, 维护香港的社会领地。 该货责人强的, 中央驻港机构严格按照宪法、 揭标法和中央授权在党女性职责, 不容填战, 他会与香港社会全体事命认清极少受接近分子, 暴力危害和本质, 坚决维护一国两制, 维护法治。 事发后当晚,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烈谴责示威者 恶意包围和冲击中联办打鼓, 并突兀国会公然挑战国家主权。 特区政府担心一小部分激进人士 有计划地煽动群众挑战法纪, 甚至冲击中央驻港机构, 此举对特区的治安及一国两制构成威胁, 社会绝不能接受。 当天 是俩人在沟语中的微践制, 新疆は6号年一, 也是俩人在沟语中,